看了电影《不爱神探》之后普遍反应 剧情不怎么样 但是他现在大台够多 所以死都死不过来 文章里面节 刘诗诗柳颜主演的动作喜剧大片《不爱神探》正在热议 虽然恶评不断 但票房火热 除了几位主演外 30位明星的超豪华打酱油这种 也让观众惊喜不断 影天一开场 彭大为 田亮 郑嘉颖 谢天华 四位帅哥一亮相就掉足观众胃口 不过三分钟之后 四人依次必命 让观众知乎 导演真奢侈 所以这是什么时候买的保险啊 受益如是 此外还有林峰 黄导宁 马亦立 如今 陈德伦 张提琳 等等 所以该片剧情审马的都是赎云 观众进影院的主要目的就是属明星 然后看三十几个大台集体散漫